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回到了人类世界 上了初中 我们再遇上不少小学同学 在艺术馆里 我们遇上了许多怪事 那些艺术品竟然攻击我们 幸好给我们击退了 还遇上了一个奇怪的女孩 她竟然是懂魔法的 到底她是谁呢 女王 今天的茶点很丰富啊 墨仙宝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我实在是没有心情 享用这些茶点 女王陛下 女王陛下 报告女王陛下 天上乌云很厚 比起两天线的范围更加的大 绵绵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昨天晚上不是刮了一场大风吗 云亮应该被吹散了不少才对啊 昨晚的风 是把更多的乌云都吹过来了 看情况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糟了 绵绵 你虽然是报告天气的精灵 但最近的奇怪变化 先不要告诉其他魔仙和精灵 春风秋雨 你们也是 是 绵绵继续留意着 再有变化的话 马上来告诉我 知道了 女王陛下 我现在马上就去监察 不知小兰找到小千了没有 她就是那个出走的小魔仙小千 怪不得她懂得用魔法 这几天我一直在找她 我感应到有人用魔法就来了 原来是小千在你们家用魔法玩玩具 是她一直跟着我吗 因为她看见我们用过魔法 小千 女王很担心你的 不如我们回魔仙堡再玩吧 不 小千不回去 每天上课学魔法很慢 不回去 你回去吧小千 你的妈妈一定很想你了 妈妈 小千很小的时候 她的妈妈就离开了魔仙堡 再也没有回来 未来小千真的没有妈妈 好可怜啊 她的妈妈到哪里去了 拿电话给她吧 魔仙女王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有可能在人类世界 不过也有可能在宇宙的任何角落 小兰姐姐 你为什么在这里呀 因为我曾经在这里当过保姆啊 原来小兰姐姐也曾经从魔仙堡逃走 是魔仙女王派我来的 想起来也挺好玩的 我还没想起来 我还没想起来 这是什么来的 龟 龟 这可没有 小千 是你吗 小千 乖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 不然美琪美雪的妈妈回来就不是大概这么解释了 孤芥很重啊 糟了 妈妈回来了 linked sendo做得要 伟奇 美雪 你们违来啦 是的 妈妈 妈妈 aciones troisième 说声 是个小女孩 林太太 很久不见了 是小兰啊 我好想你啊 等小兰回来就好了 以后呢 我就不用每天下班 还要到市场去买菜 这样辛苦了 对了 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小兰 你这装扮 是我姐姐的女儿 她叫小千 小兰姐姐和小千刚好经过就来看我们了 她要去动漫展兼职角色扮演 爸爸 看这假发多漂亮 妈妈 小兰姐的衣服好像漫画中的美少女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 我们是住在很远的国际 小千 你不是说去洗手间的吗 妈妈 你不要再问了 小千是给妈妈遗弃了的孩子 是这样啊 小千真可怜 小兰 你一个人带着小千到处找工作 应该不太方便吧 不如再当我们的保姆吧 就是我做饭 早就该说了 林太太 我们今天就回去了 下次再来拜访你们 小兰 你先坐下 就把小千一起留下来吧 我们是一家人 自从姐姐你走了之后 我妈妈换了差不多十个保姆了 十个 爸爸还说 小兰姐姐做的饭和蛋糕 谁都做不来 全家的清洁搞得老鼠也不敢进来 就算给双倍工资也值得 双倍的工资 真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了 小兰姐姐是用魔法做的 你真累死我了 小兰 你留下来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泡泡 是小千 原来这里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小兰姐姐不要留下来 小兰姐姐不要留在这里 这个花园还真漂亮 可是花都不会动呢 这次我没有用魔法 如果味道不好 我就是乌龟 很久没有吃过小兰的早餐了 小兰 什么事 好甜 对不起 可能太久没出东西了 还是高高用魔法吧 小兰姐姐是乌龟了 小兰她刚回来 不习惯而已 过些时间就行了 对 我们不会怪你的 其实 昨天是小千撒娇我才留下来的 我不太好意思打扰你们 对了 小千呢 还没起床吗 我的花园呀 我的花园呀 有外星人来过吗 我的罗汉松啊 我的鸡品兰花啊 我的盆景啊 是什么怪物干的 小千呢 我的馅 因为白鸡品兰花啊 爱你 小千 给我坐下 小千 你实在太顽皮了 我要马上带你回魔仙堡 啊 我想留在这里玩 女王很想念你的 我们回去吧 不 小芊别跑 你再跑 我只要魔法锁住你 巴拉拉等电 吴拉卡拉 用衣着法 变 我不回去 你要好好教寻小芊 小芊 我罚你在这里反省一下 我的公寓作品原来在这里 美琪你的盒子好漂亮呀 啦啦啦啦啦 实际一向都是美琪的强项 好像有东西 是吃的吗 巧克力吗 放下 小鸡鬼 下面也没有 你再拿我的作品 我告诉老师罚你流糖 怎么也没有 又是幻觉啊 帮我出来 帮我出来 出来了 小兰姐姐 你来接我们吗 早上在客房 有一个红色的盒子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 当然知道 那是我的手工作品 在哪儿 就在教室 小芊她在盒子里 什么 渣狼 小芊 渣狼 小芊 小芊 小芊被鹰抓走了 哪里来的鹰 真奇怪 现在怎么办 巴拉拉能量 花沙沙沙千 马拉拉能量 划沙沙飞行 哼 想追我 看你有多大本事 这只鹰有苦怪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去帮小兰姐姐 啦啦啦能量 大罗大罗 小罗兰 没跟店 巴拉拉能量 沙罗 沙罗 小火星全身变 要飞上去帮忙才行 你走我又包围那鹰 好久没飞 我好像忘记咒语了 老是忘记咒语 你怎么能够成为正式魔仙呢 跟着我说吧 巴拉拉能量 巴拉拉能量 花沙沙 飞行 起追 巴拉拉不习惯 巴拉拉能量 巴拉拉拉 花沙沙 飞行 起飞 停了 可以坐飞机去追 停 停 停下 这小火星真难缠 巴拉拉能量 坐山卡 光能量 走 走啦 梅雪 接住 好 接大了 这只鹰是有魔法的 没齐没血 我现在要把小千解封出来 巴拉拉能量 乌卡拉 解封 yes 怎么打不开呢 让我再试试看 巴拉拉能量 乌卡拉 解封 yes 不如找那个笨蛋精灵 试试看吧 巴拉拉能量 乌坡 我是买宝书 好久没出来了 你们两个傻瓜魔仙找我智者精灵雪飞飞肯定又遇到什么难题了吧 这是傻瓜魔仙 雪飞飞 告诉我们这个盒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用了解封魔法还是打不开呢 好吧 我看一下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你太笨 念错解封的咒语 另外一个可能 是这个盒子被另外一种魔法把它给封住了 它就是被我封住的呀 你 你不可能懂这种迷宫封印魔法的 迷宫封印魔法 那是一种很古老的封印魔法 被封在里面的人 就好像进了迷宫 很难自己走出来的 魔仙宝已经禁止学习这种邪和的魔法了 那就奇怪了 谁用这种魔法把小千封住了呢 谁是小千呀 是魔仙宝来的小魔仙 现在被封在了盒子里面 事情会不会跟刚才的音有关呢 雪飞飞 你懂得这种解封方法吗 幸好你遇上我这个智者精灵 看在魔仙小兰的份上 我就帮你一把吧 我先买宝树 小树迷宫封印魔法 找到了 找到了 呼噜噜卡 知道了 拉拉拉成量 呼噜噜卡 解剖魔法 啊 啊 为什么会这样 劳劳 啊 我还没有说完呢 啊 这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走到前面去看看 可能是幻觉 小心点儿 啊 啊 那是什么 是大魔风啊 大魔风啊 大魔风啊 大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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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会需要到处都撞墙 这周边都是很坚固的透明墙壁 这里应该就是魔法迷宫 我们快去找小千吧 小千 你在哪里呀 小千 小蓝姐姐 小千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 不是万诀 快走 小蓝姐姐 小千 小蓝姐姐好坏 把我棍在里面 小千好怕 对不起 小千 你们这帮笨蛋 我还没有说完你们就念咒 念错了进入迷宫的咒语了 那怎样才能走出去呢 只要鼓起勇气 勇敢地冲出去就行了 这些墙很坚固的 可以冲过去的吗 嘿嘿 这个迷宫根本就是个幻觉 只要有勇气 相信自己的能力 勇敢冲出去就可以了 那么赶紧出去吧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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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功了 不是 相信了吧 我不骗你们的吧 难道是有人要对付我们吗 应该是黑暗的力量 小千 我们明天回魔仙堡 我不回去 我要留下来 我不回去 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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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从魔仙堡来的小魔仙 怎么也跑到人类世界了 说不定攻打魔仙堡有着重大关系 巫神一定很有兴趣知道的 哈哈哈 小狗还有猫咪 张碑还有老师 都看不出我的心事 渴望有人关心我自己 幸好我能碰到你 其实我呀 一切换了牙齿 再穿不下去年那条裙子 我看着镜子 我有点好奇 我和你长大以后 那个样子 有情 再继续 请我相信 富满以后充满快乐的记忆 有情 再继续来研究 是你每一块分享的巧克力 还是喜欢小吃 还是喜欢游戏 世界很多美妙的事 我好开心可以碰到你 烦恼已经没关系 其实我呀 一切换了牙齿 再穿不下去年那条裙子 我看着镜子 我有点好奇 我和你长大以后 那个样子 有情 再继续请 我相信 富满以后充满快乐的记忆 有情 再继续来研究 就是你每一块分享的巧克力 有情 再继续请 我相信 富满以后充满快乐的记忆 有情 再继续来研究 是你每一块分享的巧克力